华语篮球世界2022年4月1日 华南虎G1先下手未强 周五下午CBA季后赛隆重打响 广东华南虎与天津先行者展开G1较量 从排名和实力等多方面来看 两队差距较大 广东华南虎是未免冠军 而天津先行者是经济大黑马之一 他们非常期待实现以下课上的戏码 最重要的是天津先行者有外援政策优势 所以广东华南虎想赢球必定要打醒12分精神 如此一来相信G1的较量会非常精彩 天津先行者之所以受到重视 主要是因为外援四节五人次的优势 他们能够杀入季后赛也是以这个位基础 加上本土球袁林亭谦 孟子凯和李荣培等人的稳定发挥 最终强势挺身季后赛 陆奇士迪和坚尼宝独两名外援都有出色的个人技术 得分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三分球有杀人诛心的效果 更关键的是 天津先行者主帅张德贵合理利用规则 在二 三节让双外援同时出战 火力上压制对手 这一招在很多比赛里都能凑效 这也是第三阶段球队疯狂赢下八场 并且是连胜的主要原因 所以显而易线 碰上天津先行者最让杜峰头疼的问题 当然是对手双外援同时在场 防守上压力会非常大 这今年广东华南虎连续夺冠 外线的强大势重要因素 赵瑞、胡明轩和徐杰三位年轻球员体能充沛 防守积极 始终用贴身紧逼施压 消耗对手体力的同时 也能制造偷拨完成反击 因为此前主要是针对单外援 多人车轮战还是能够应付的 但是现在是双外援 所以这对于赵瑞、周鹏和威姆斯来说 肩负巨大的防守重担 另一方面 季后赛经验也是两队之间的一个差异点 日前接受采访时 主帅张德贵直言不讳地说道 对手拥有非常丰富的季后赛经验 防守小动作太多 并且做得隐蔽 求证不容易发现 希望队员能放开心态来打 不要有心理包袱 其实在比赛准备方面 杜峰已经做足一切准备工作 据报道 为了能让队员持续保持良好状态 在抵达南昌后就与深圳领航者进行了一场不对外公开的热身赛 最关键的是 在比赛中也对战术和人员采取了一定的部署 毫无疑问 赵锐 胡明轩 徐杰三名后卫 周鹏和易建联 以及两名外援威姆斯和雷杜将会对比赛起到关键作用 阵容方面 外援M 布鲁克斯因伤仍未归队 而前锋张浩和张浩家继续因伤缺阵 最后 从两队纪念交手成绩来看 广东华南虎队镇天津先行者颇具心得 好取十二连胜战具压倒性优势 不过第三阶段 天津先行者突然爆发的场次里 两队都没有过交手 这也让比赛多了一丝的悬念 感谢你收听华语篮球世界 谢谢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